不知不就永远使用 称义的信到底是在怎么样 阿半千年跟您合作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个视频和大家谈阴性称义 阴性称义不是纯理性的教义 也不是外在形式的宣告你称义了 而是带来生命的改变 当人节制相信主耶稣的时候 生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正如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这生命的改变 也可以称它为重生 重生使人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拥有从上面而来的新生命 这生命不是从血迹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一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这种和神的关系是不能中断的 正如子女与父母的血迹的关系 是无法中断的 圣灵重生了一个人 让人就可以进入神的国 那就是永生啊 同时圣灵也内住在人的生命里头 是永远地与人同在 如同印记 刻印在信主的人的生命里头 这印记是不会消失的 这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保证 反过来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也就是说 他是没有得救生命的人 总而言之 拥有永远内住人生命的圣灵的人 他不仅这时候得救了 他是永远地得救